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我们现在就这次开始今天的培训 首先谢谢各位参加图书馆举办的云培训系列讲座 为了保证培训的品质 培训中会记忆各位的声音并分享主讲人的屏幕和PPT 如果有问题,可以发送在对话框或者等一下再问 我们等一下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么今天这场培训的PPT已经放载到我们图书馆的导航上面 等一下结束也会在线分享 那么今天主题是华裔线上图书馆及电子书资料运用 此次培训会帮助大家了解如何通过华裔线上图书馆平台 以及电子书资料获取台湾出版的各类学术资源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次的主讲人琳达 为大家讲解 琳达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不好意思,请问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的 好,那 嗨 好久,大家好久不见 对,那待会儿 今天我们会来介绍就是 华裔线上图书馆 然后还会有电子书 然后我会一并一起做 一起做介绍 那中间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就是各位同学 各位使用者可以在这边聊天室的地方帮我留下您的问题 那我就是上到一个段落之后 我就会再进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先先解答 我好像还没有分享画面了 对,好 现在 不好意思,我要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稍等我一下 好,大家应该现在是在我的画面上了 对 好的,那稍后如果有任何问题啊 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帮我留言在就是 等一下 帮我留言在那个对话框里面 好,因为我怎么没办法把它打开全萤幕呢 我想把它打开全萤幕 瞬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 好,没关系 我待会再来看一下 可以 好,那我这边就先开始了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同学人都可以随时发问 好,我们今天呢 会介绍就是华语圣诞图书馆 然后还有一个电子书的部分 这边呢,里面的资料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之外 我们的华语圣诞图书呢 是收入两岸三地的中文学术期刊的内容 还有说不是的论文 那主要来源还是80% 还是来自台湾的一个期刊的一个内容 所以稍后呢 就是我们查询的时候 我会带同学看一下一些 你们可能不常被不常操作到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一些研究功课上啊 或者说在研在写研究论文的使用者 可以做一个不同的一个 应该说小方法 可以让你们可以更加快一些搜寻资料的一个结果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可以从哪里寻找呢 这个是图书馆的网页 然后我们可以从 等一下我刚还没有研究出来 不好意思 我可以问一下馆员 学校可以从哪里找到 不是上面 上面这边 然后资料库 对那个框框 然后资料库 然后打上需要的 对 好 可以打发华语 好 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华语中文电子书 跟华语身上图书馆了 点选一下呢 你们就可以从你们的登入你们的账号密码就可以直接登进去了 因为我不在你们的IP范围内 所以呢 我们假设他登进去了 好 登进去就会是到这个画面来 在这边 那不好意思同学 我们今天要有一点点的想象 因为我不在IP范围内 所以有一些的呈现 我们我会再多加说明 好 如果你们在IP范围内 我们可以同步一起进行 你们就会发现原来差异在哪里 好 现在你们在IP范围内 在这边应该会是澳门科技大学您好 那因为我在我的IP范围内 所以我的显示是我们公司的名字 那如果是在IP范围内 这边就会是澳门科技大学您好 那在这边呢 就会有我们支援英文 整个界面 我们支援英文 凡中 减中 还有韩文 对 为什么会有韩文 对 因为其实韩国很多学校有买我们的资料库 那在操作界面上的 我们就会是韩文体 韩文的内容 但是不是内容都变韩文 没有那么厉害 好 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有 就是电子期刊 我们从里面开始看好了 电子期刊 我们有分为六大学门类别 里面有六大学门类别 然后有会议论文 有说不是论文 然后还有电子书 嗯 然后 顾宫期刊 这个没有 你们的画面上应该是不会有顾宫期刊的 是不会有顾宫期刊的 好 你们只会有这四个画面 对 好 那在期刊的部分呢 分成六大学门类别 我们再看一下人文学里面 我们还会有第二层的分类 比如说人文学 综合语言学啊 艺术啊 历史啊 等等的 好 那在下面呢 有一个人文学的重要指标 比如说我想要看SSCI 好 SSCI是人文社科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看期刊清单 这个就是同时被SSCI所收入 也同时收入在我们的账药库里面的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一本 好 台湾护理学这一本 或是其他的 就是中文大学出版社 或是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的这个 他所有的指标都在这边 这一本期刊同时被SSCI 然后NHCI Mailon THCI ACS Golpus所收入 其实都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好 这个是指标期刊的部分 那会议论文呢 也是一样 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 做博士论文呢 做博士论文 我们有分为主题 一样是六个学们类别 然后再来台湾的学校类别 我们有分公立大学 实力大学 记者院校跟海外合作 好 再来电子书的部分呢 我们也有分就是 书籍分类 有分这么多的一个类别 但是不是在 不会是在这个网站上看 他会实际进到就是 电子书的一个网页 那稍后我们会一并一起做介绍 好 那在开始实际操作以前呢 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Map 我的华士论图书馆 我们现在已经大概知道 大概资料量有什么呢 然后里面都是一些中文的学术期刊的一个内容 可以做求闻的一个PDF档的下载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我想给 第二个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第二个想要告诉大家 我可以怎么找 那大家一定觉得 第一个一定是觉得 我可以透过这里 做一个资料库的查找 没有问题 这边是做一个 全部它是一个大POTO的概念 在这个状 在这边可以查询 所有的华语线上图书馆的一个内容 然后或者是你用境间检索的模式 可以更精准或是更快速的去 查到你要的一个内容 好 这是一个 好 那第二个呢 我想带大家看的是 如果我今天要查人文学 我只想在人文学的领域里面查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在人文学 然后人文学综合里面 在这边 人文学综合里面总共有757笔 我可以在这边再去做整个人文学综合里面的一个查找 所以现在 现在我们找了有了第二个查找的方向了 第一个就是大POTO 最上面 我可以用简易检索或是经验检索来找全平台的内容 第二个我可以分成别类的在人文学的人文学综合 或者是在社会科学里面的教育学里面 然后来查询这1069笔的资料都可以 那我们是关键字的查找 还没有到全文的查找 但是可以 这个是第二层面的查找 那接下来呢 第三个层面我们可以从哪里找 比如说我想要看这一本期刊 好在这边 进入关键字查询本刊物文章 第三个查找的面向 我们可以从单一一本期刊来做查找 单一一本期刊 这本期刊可能授权给我们 已经有很多卷很多期了 他从一卷一起就授权给我们了 一直到现在 好在这边呢 就可以直接去做查找的动作 他可以从一卷一起所授权给我的所有的年代 我就可以透过这里来做查找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面向来看 然后来做一个查询资料的一个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经验检索的部分 好 我看一下 我的用怎么突然间缩小成只有每个人的画面了 好 因为我不知道说 就是大家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学科 那我就先以我早上帮其他学校上课的一个学科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sample case好了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聊天 法学 好 嗯 法学我们可以用什么样来看 什么样 sample case 我突然间 临时想不到 好 我们等一下 文化遗产 哦 好 因为为什么不找法学 因为其实台湾的法学里面的收入量其实并没有很多 嗯 那我们还是着重在设就是人设科里面 但是因为台湾的法学的内容 哦 葡萄牙 突然间大家都给我好多的内容 好 我们待会用不同的不同的关键词来都查找一下 好 我们用文化遗产的关键词先来查一下 好 大家好热情 瞬间好多 食品一样 哦 好的 非常谢谢大家的提供 我现在有一些idea 好 在这边呢 来同学 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 我一定要跟先跟大家说 你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只会有CPS 在如果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同步操作 你们现在看到就会是CPS中文电子期刊 然后我用文化遗产来找 那大概就是309篇 就会是309篇 然后这边会是澳门科技大学 您好 好 我这边找到309篇之后呢 这边就会告诉你 它是坐落在哪些学门领域里面 好 它是哪个年代 然后出版品名称有哪些指标期刊啊 等等的 好 我们可以看在人文社会科学里面 如果我只想看人文社会科学里面的2000 2000多篇的话 点选一下之后 在这边 我的第一个条件是文化 我的关键词查找是文化遗产 然后呢 来源资料库呢 就是CPS中文电子期刊 主题呢 就是人文学的部分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好 那在这边呢 有一个相关程度最高债钱 也有个电子全文优先债钱 也有个最新出版债钱 这边就可以看同学的需求 但是我们比较不建议是电子全文优先 因为其实里面 我们的全文量几乎到达了95% 所以要找到非全文的内容其实比较少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比如说相关程度最高债钱 或是最新出版债钱 好 那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来自于台湾的 关于文化遗产台湾的一个内容总共有239篇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新出版 我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这篇 为什么要带大家看这篇 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的一个设计啊 其实可以看得到 我在就是只要有蓝体字可点选的地方 其实都可以再进去再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片名作者 来自于哪一本期刊 哪一卷哪一期哪一页 他的关键字有什么 然后还又会有他一个DOI的一个 DOI的number 那DOI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数位的就是辨识码 其实我都叫他网路上的文章的身份证 对因为其实像有些在大型的一个资料库里的期刊上面 他们还是会希望投稿的就是文章有一个DOI的number 所以很多的期刊都会帮一些文章去申请DOI的number 因为一旦有DOI的number 其实不会在网路上找不到这篇文章 他会永久都让你都可以连接得到 那就代表你所投稿出去的或是你的硕士论文 其实都可以被大家所找到 被大家所引用 好 在这边都会有他相关的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他的预览摘要 就可以看到他的预览摘要了 好 在这边呢 有可以看得到他的参考文献 这边就可以看到他的参考文献 好 参考文献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篇文章所参考的哪 12笔的资料 然后来写成他的一个文章的内容 好 那这个呢 被引用次数是什么 被引用次数的概念呢 就是今天如果这篇文章对你有 对你的研究有有关联 对你的研究 你对他有兴趣 你的研究可能想要参考他的 那同时这三位作者 这三位作者 你就千万不要放过 为什么 因为他跟你一样 对这篇文章有兴趣 只是他已经用了这篇文章 作为他的参考文献了 这篇被他所引用的 所以我这边计算出来 目前引用过这一篇文章的人 我有同时被华一线道图书馆所收录的 现在就是这三篇文章 所以他参考文献是这个文章 他所参考的内容 被引用次数是谁来引用他 作为他的参考文献 所以如果这篇文章跟你有关系 我们会建议所有的被引用 被引用次数 你们也都不要放过 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因为可以帮你们更快速 更精 就是找到更多的一个内容 好 我要找一篇 等我一下 我要找一篇 参考文献跟背影次数比较多的 我们来看这篇 其实刚刚前面那边也有 这篇文章呢 以往比如说他的参考文献 这篇文章如果跟你的研究相关 通常我们都必须要把篇名复制贴上 再查找一次 可是呢 现在在这边 我就可以直接点选 然后他就会跳出来了 我这个要怎么藏起来 我有点太久没有用了 他可以把他拉到下面来 好 把他缩小藏起来 好 我们看这边 在这边呢 就会看到我们刚刚所点选进来的这一篇文章 对我现在就是点选进来的这篇文章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 可以去就是找寻到他的一个内容了 好 那这边就看到他的参考文献 他的背影次数 好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文章国际尽量 这边是跟Alessia合作的Paramask 可以看得到 目前我们统计到 应该说Paramask统计到 看过这一篇文章的 就是摘要的人 看过这一篇摘要的人 有702人 然后download过这篇文章的 在702人里面有46个人 这46个人里面又有4个人 把他作为他的suntation 作为他的一个参考文献 那在这边点选过去 他就会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记录 这边就会有一个更完整的记录了 好 那这边可以帮助一些研究所的同学 像有些研究所的同学 他可能必须跟教授meeting的时候 他可能需要有一些 就是对于文献的一个数据化的 一个分析参考的时候 这边可以做一个简易的一个 帮忙一个补充这样子 好 那我要带大家看的是 在这边底下 有没有看到他这篇文章 其实有参考一些英文期刊 那如果这篇文章有跟我们合作 我们就可以透过CourseRef连结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本是连接到AirServille的期刊 好那当然连接到AirServille的期刊资料库的时候就要先看 学校有没有全线买AirServille的 学校有没有买AirServille的那个这一本Journal 如果有的话你们就可以去下载他的那个PDF了 就可以去下载他的PDF了 好那这边呢就可以透过 在这边就可以直接透过CourseRef 或者是这个是DR的Number 连结过去 它也是指向AirServille 好一样能不能下载取决于学校有没有采购 那我们这边只是协助同学做一个资料的一个连结 一个串接而已 这样子 我看一下 关键词 如果是想看关键词相关的博士论文呢 好来 这边我们刚刚介绍的是期刊论文 好 博士论文一样透过这里 在这边一样CETD 在这边一样就可以找得到 好比如说这个是成功大学的 好这边他的参考文 一些他很多都是参考英文期刊的 所以一样透过CourseRef连结看这本 它是连到YlionLibrary 好这本一样就是取决于学校有没有买 那能不能下载呢 在这边 这篇文章他就可以做一个全文的下载 好只是他下载 那就是另外一个档案 刚下载的去哪里 那我刚刚不好意思 我刚刚下载的档案不知道去哪里 在这边 这就是他的全文PDF档案 好 那就是同学您刚问的如何用关键词查找 一样我透过关键词查找之后 这边是看期刊 这边是看论文 然后这边是看数不是论文 一样他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然后而且他底下所有的连结背影次数 其实他的操作模式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边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好 那好我们就刚好在这一篇文章 我们刚讲过的参考文献 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连结 那背影用次数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连结 这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篇文章 这边呢就会有他的中英文摘要啊 参考啊等等的 那反正只要看到有可以连结的 你们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把它连过去 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直接取得全文 那有的像英文期刊就可以直接连过去 这一本期刊 可能我发现我很多的论文 来自于下载在某几本期刊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知道 这本期刊到底他过去的状况怎么样 他出了哪些的内容 然后他到底出了几卷几期等等的 所以我们透过刚刚的点选 我们直接进到这一本期刊来乡村旅游研究 好这本呢就可以看得到 他一个简单的一个书封 然后他是半年刊正常发行 那什么是五年影响系数 我们有一个学术引用文献资料库 在里面我们分成了24个学门 24个学门里面 其中有一个区域地理 这一本期刊就被我们放在 乡村旅游研究里面 那他是整个总排行榜里面的第34名 他的impact factor是0.054 以2018年的计算来看是0.054 这个呢可以帮助一些研究生 如果在跟教授meeting的时候 针对你的论文 你所拿出来的参考文献 那你可以跟教授说 我下载的 我参考的可能有20篇文章 大概里面有12篇文章 来自于台湾乡村旅游研究 那这本期刊呢 我大概查找了一下 他的五年的影响系数是0.054 他的if值是0.054 有这样的数据之后 老师可能针对 教授可能针对你所提出来的 一些参考文献 他可能因为有数据的支撑 可能在一些论点上面 就会有一些比较统计 比较科学数字的论点 能够去支撑你的一个研究了 好 这边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这边就是一几卷景 那这边我们刚介绍过了 就可以直接在这本期刊里面 做一个成文的一个search 好 那接下来我们我想要再带大家看到的是 如果假设你看到的一些论文 你想要把它储存下来 你可以怎么储存 比如说这四篇文章是我要的 我可以做书目汇出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输出至Anot或是RefWars 然后你可以储存文字档 然后你可以email到记者信箱 或是你把它转成 IPH Chargo MLA格式 或者看项目资料页 好 那我必须说Anot Anot它对于中文的界面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但是过去几年 可能很多的研究生都会跟我反映 Anot可能对中文的界面 不是那么的友善 但是也没关系 它还是可以操作 还是可以使用 好 那比如说假设你的论文的参考 文献的格式是APA的话 我这边要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APA是APA6 我知道现在已经出到APA7了 好 那我们目前还没有转换到APA7 目前还是支援APA6 好 那我们以APA6的格式来看 打开来之后呢 就会像这样子 APA6 好 但是我再说明一下 因为它是记事本的档案 记事本的档案呢 对于一些文字的编辑上 是不太支援的 但是我知道 在APA6的格式里面 对于期刊的名字 期刊的名字 是必须出体斜线的 我如果没记错是出体斜线 所以在这边 如果同学有运用到这个 直接会出APA6的格式到记事本的话 记得这边 务必要先自己手动加工一下 把它出体斜线 这边都要把它出体斜线起来 好 到目前为止 我看一下还可以吗 好 大家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这边就是要变成出体斜线下来了 好 到这边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再带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有介绍到 CPS的电子期刊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对我刚才有一个地方 遗漏了 在这边 检索结果再查询 检索结果再查询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今天如果觉得239篇文章的量很多 我希望可以再去缩减它的一个查找范围的时候 我可以透过这里 检索结果再查询 我key任何的关键字 或是作者 或是刊明 或是其实 我自己想要的 比如说我要2018年到2021年 我可以透过其中一个关键字 在这边再去做一个检索结果 再查询的一个功能 可以帮你们再缩解整个 在查找的一个量上 因为有时候239篇 其实说都不多 说少不少 你光要判读这239篇 是不是我要的 其实都会花了一些的时间 所以在这边我们都会 如果你觉得239篇量还是太多 第一个我可以依照年代来拍 第二个我可以再用其他的关键字 再去做搜索 好 这边都可以再去做一个检索 这样子 不好意思 我喝个水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边 会议论文的部分也是一样 操作模式都一模一样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download 直接去做下载的一个动作了 好 那在这边 硕博士论文 因为我看了一下学校的一个使用统建 硕博士论文的使用量其实也不少 还蛮多同学有在下载做博士论文的 那这边呢 我们就会看 好不要只看人文学我把它关掉 这边大概就是229篇文章 然后有年代这边有博士有硕士 如果你只想看博士论文的话可以透过这边直接点选 出来的就是博士论文 这27篇都是博士论文 好 但是我必须说 因为在台湾在授权法方面有一个条件是 我即使2021年毕业 我都可以延长5年或是几年 甚至有的可以更长的时间是延后公开的 我们都可以做延后公开的 所以 有些你会发现它是延后公开的话 那它可能就无法下载到论文 所以这边我们有时候会建议同学你也许可以电子权文优先在前 电子权文优先在前 这边还是就可以把有电子权文在前面的都可以直接去下载到你的一个论文了 好 像这个它必须2024年9月3号才公开 这篇文章 它会在9月3号的时候才会公开它的电子档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查询馆长 这个是台大的 好 查询馆长 它的查询馆长直接到这边 线上可获得 学位论文 看一下它线上 有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再做这样的连接 目前未授权 所以确实它目前没有做电子档的授权 它目前是没有做电子档的授权的 好 跑掉了 对 所以在这边的有时候 但是不一定每一篇都这样 但有的查询馆长过后呢 它其实是全文档放在它那边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全部的一个搜寻 然后再透 它从我们的线上图书馆连接出去 其实可以方便你在做查找的时候 我不用那么多的平台 然后同时间去查一个关键字所能够得到的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在一个大的Poto平台上就可以查询到 你想要看到的一个就是参考文献 好 我想说我超过时间了 没有我记住时间抱歉 好 到目前为止同学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都还可以理解吗 可以 好 谢谢 那我们就继续好吗 好 那华伊西安图书馆呢 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我想要如果在在座的各位有的是研究生的话 或者是硕博士生或者是说老师的话 我想要介绍老师们去使用一个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必须要先申请个人的账号 那你们就一定会问说 可是我在学校可以用免费的我去申请个人的账号的时候会不会需要付费 不会申请个人账号它其实有一点像是个人的一个书柜的功能而已 我即使是用个人的账号 但是我只要我的IP会先判断你是不是在IP内 你在IP内的话 其实你登入个人账号你还是可以下载 就像我现在在公司IP内 我这边其实是没有钱的 我去下载文章还是可以下载 你看 我还是可以完整下载的 没有问题 我是可以下载的 好 所以这个同学不用担心 好 但是我为什么要进到这边 我有个个人化服务 当然我有个订阅目次 收藏清单等等的功能 订阅目次跟收藏清单 比如说这边文章我想要加入收藏 好 那我就把它收藏起来了 那如果某一本期刊我想要订阅目次 一样也可以 我们就可以把某一本期刊做订阅目次的服务 看一下 这本连过去是哪 我没有期刊这全部都是 好这一本期刊呢 我就可以去做订阅目次的一个服务了 在这边就可以去做一个订阅目次的服务 所以你在个人化服务里面就可以看到 这里呢 他只要一出刊 他就会直接就是通知你 最新的疫情已经上来了 而且他有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你就可以透过这里来看了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订阅目次服务 然后还有一个收藏清单的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其实就像加入我的最爱一样的功能而已 但是我今天想要带各位同学看到的是这个 个人化研究工具机在这边 他有什么样的功能 好 但是我必须先跟同学说声抱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的就是 等一下 刚刚前面 我们换一个好英语调学 好在这边呢 不好意思 那个网络网速有点慢 好 在这边呢 有一个贿赂工具集 当你登录记者账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边多了一个贿赂工具集 他通常会是这样会进来 从这里会 对 因为他早上我们发现他出了问题 但是其实基本上他应该要 你把他汇入工具集之后呢 他就会到这里来了 你在这边就会看到你所有下载的文章了 好 那他有什么样的 他有什么样的好处针对于医学研究者 这里呢 是一个个人化研究工具集的操作手册 他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我带各位同学看一下 第一个呢 他当然你下载 比如说我下载十篇文章了 可以透过这里 然后你把你下载的十篇文章 你随时可以做检索 好 这是第一个基本的功能 然后再来 这边呢 就是一些 比如说我想要 就是 这个 看全部啊 然后就是 资料上传啊 个人资料等等的 好 但是我最重要要跟各位同学分享的是在最右手边 出版年代 文献出处 人物 地理 关键词 持平的一个分心 为什么要跟各位同学分享这个关键词的一个分心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假设我现在 我现在有十篇文章 我会进了就是个人化工具几个 但你们现在可以看得到 这十篇文章 我可以帮你做一个年代的整理 然后文献出处的整理 最重要是在人物地理 这十篇文章我就可以告诉你 目前谈到的 目前你看像这边办例 我谈到屏东这个地理名词有一个 谈到读图书馆这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 那他就会把你十篇文章里面的这些持平的分心做一个整理 包含关键字 关键字也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待会后面去看一下关键字可以怎么样去做持平的分心 好在这边呢 一样我可以把它勾选某些文章 我要把它拿来做我的参考文献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勾选 然后一样可以就是APA 汇出APA或是在Anot上面做一个 汇出的一个动作 在这边也都可以 我们直接进到就是持平的分心 在这边 比如说我现在下载持平文章了 我现在看到 刚刚看到这边 然后我所有的关键词 一个佛教中国话 我发现我所有下载的持平文章里面 有关于佛教中国话的关键词 有两出现两次 然后个人生命出现两次 那其他的持平 我都会帮你在这边做分心 他对于研究者有什么样的好处 因为像我们发现很多研究者 当我在下载文章的时候 我都必须去看 但是我们还是要针对我们所下载的参考文 去做一些整理的时候 有些同学 我看有些同学都会是很土法炼钢的 自己去做一些统计数字的一个分析 可是如果可以透过我们的文献工具集的话 他可以帮你做这些文字的分析 因为像很多人下载文章 就会在自己的电脑里面开一个资料夹 然后开始自己分门别类 然后把每个资料夹做不同的 迷程的注记 然后我下载什么样的文章 我就进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然后但是如果我想要知道 我所下载的文章 他的一个交集度是什么样子的话 我通常最多我顶多就是 他是在某一个学门里面 我可能某些文章在某一个学门里面 总共有几篇 可是如果要做到关键字的话 你们可能要把所有的关键字先倾引起 然后再用所有的功能来做 但是在我的个人化工具集里面 这边我都把你所有汇入的文章 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关键字的分析了 地理的分析 人物的分析 当你在看的时候 原来我发现我所查找的文章 好像在什么样的关键字的文章特别多 那我的研究是不是比较偏向于这里 然后或者是我在研究跟地理 区域有关的一个内容的时候 我好像都下载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的文章 比较多 他可以帮你做一个 简易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分析 这边我会比 所以我们在推荐就是个人化工具集的时候 我都会要都会请同学 在你们做说博士论文的时候 在这边都可以善用 个人化工具集的一个内容 好 那这边当然就是一些单笔的一些资料 他可以在你看单笔的过程中去做一些就是笔记 比如说这本这篇文章 我看完之后我想要做一些笔记的内容 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笔记的内容 然后你也可以做一些修改书目的内容等等的 好 这个就是后面的一些简易的功能而已 那同学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还可以吗 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OK 看来应该是 应该是OK 好 那个人化工具集的档案呢 其实还没有放上去 我会后会提供给那个图书馆的那个同仁 然后我会请就是同仁再帮我放到网上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看个人化工具集的那个档案 可以如何操作 这样子好吗 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到电子书的一个内容 好 我们到电子书的一个内容 我先登出 好 那电子书可以怎么找呢 一样我们刚刚通过这边资料库打华裔之后 下面我们刚就有搜寻到了 就是有关于华裔的所有的产品 可以透过这里找到中华裔中文电子书 好 假设我们登录了 对 因为我现在不在IP内 所以我们只能做这样子的登录 好 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里来做一些查找的 书籍的一个内容了 好 你可以听你要的关键字 或是透过这里的进尖检索 可以透过这里的进尖检索 然后选择你要的分类 你也做搜寻 那电子书的好处呢 它可以帮你做全文本的文字的检索 就像有时候我在用电子书的时候 我打开来 我以前只说我可能要一页一页翻 然后用书签夹着 我才知道某一页有我要的内容 而且我必须要翻完之后我才知道 但是如果电子书的话 它可以做一个全文的检索 你查询到之后呢 你就是原来的地几页 第几页 由我所想要看到的一个 就是参考的资料 好 那在这边呢 一样 几同学先帮我确认 左上角 有没有澳门科技大学 有没有澳门科技大学 图书馆您好 如果有的话 代表你们都是在IP范围内 全本都可以做全文的阅读 那我们看一下目前全校有多少本 两万六千多本 目前有两万六千五百三十四本 每一个账号可以有十本书的预约 十本书的借约 然后每一本书 每一个账号也可以预约十本书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除了透过刚刚介绍的 就是检索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旁边的一个书籍分类 透过书籍分类 直接点选进 你想要看的内容 比如说我想要看生活好了 好 这边呢 它还会占有第二层的分类 第二层的分类 就可以再进去看一下 有哪些的内容可以看 比如说我点到文学小说 好 在这边 这是 你们应该没有自学书 因为现在是在我的IP范围内 所以你们看到都是我们的 但你们可以同步操作一下你们的那个电子数网页 但是你们应该是两万六千多本没有错 因为我后来点进去就发现这个是我们的 因为我记得你们学校没有买过这类的电子数 就我刚刚才一下子觉得怎么会有这些内容 好 我们找一个看起来比较 好 比如说我想要看 这本好了 假设 我们来看一下这本 在这边呢 好 运气实在太好了 我们看这个好了 为什么 因为不好意思我现在在我的IP内你们不会有这样子的呈现 除非你们是非IP的状态内 你们才会看到有学书并没有采购的时候 你们可以做推荐采购 但是在你们的IP范围内 你们应该是要每一本都是可以做全文阅读的 好 这本就是正常 这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 然后零星笔记 然后这边就有他的一些参考资料 然后他可使用 然后线上阅读中 然后你目前现在可以兼议几天 然后这是他的一个内容 然后他的一个目录 那这是上文吗 哇 这是上文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别本好了 我们看这个好了 等一下 可以下载看 我待会会跟各位同学介绍怎么样下载看这样子 因为不好意思现在是在我的IP范围内 所以你们现在我现在要挑一下书 我的IP范围内很广 因为我们要自己去测试 所以我的IP范围内有很多可以看的不能看的有很多很多种 好 假设我们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刚刚忘掉那一段我在找书的过程 我们想象我们现在还是在澳门科技大学的IP范围内 你这边还是会呈现澳门科技大学 然后也是澳门科技大学名号 这本书也刚好是澳门科技大学有买 好在这边呢你就可以选择线上看 第一个我们可以选择线上看 线上看呢其实我就可以直接去做翻页的动作 好我就可以直接去做翻页的动作 这里呢我就有他的一个目录 你就可以直接跳转到他的目录去 在这边我可以放大 可以缩小 我可以做全文的检索 好 但还有在这边我可以去做单页 这是单页 然后这是可以练译 但是我只能练译整本书的30% 所以总共127页 可是这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练译127页 是全澳门科技大学在24小时之内 你们只能练译这整本书的30% 好为什么要这样做调整呢 因为其实我们会建议同学 如果你觉得这本书非常好 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去买纸书 或是说他有电子书 B2C的可以个人购买 因为你即使把它列印下来 它的效果它的品质 其实都不如去买纸书来的好 而且我们要保护著作产权权法 所以我们这边是方便同学来做使用 但是我们不会开放让同学去下载 整本书的一个内容 好那在这边 我们刚介绍到这边 如果这本书我看一看 好像不是我要的 OK 你关掉 这样就代表还书了 我线上看就已经是还书了 线上看就还书了 好 我们来借阅一下 等一下 好 我们来借阅一下 这本书我们要如何借阅呢 好 不好意思 因为刚刚那些书实在是 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我在我的IP范围内 我们还 我另外还要再介绍在每本书的下面啊 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就是内容介绍 然后在目录的部分 你也可以直接透过这里 然后直接直接跳转到你要的那个chapter 好 这个呢 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PDF 什么是EPUB弹性排版 我们点选一下 你会发现 怎么画面跟刚刚不一样 对 我们再翻译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 如果它有EPUB弹性排版的话 那它就会依照你的device的大小 去做一个调整 就是会去做一个调整 你会发现 其实跟你在看纸书的那个画面 已经不一样了 对 好 在这边还有一些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第一个全文检索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我可以直接 到比如说这个撞击 然后我想要把它加入我的书签 我要把它加入我的书签 所以在我的书签里面 就会看到这一页 好 这个是目录跟书签的功能 再来 在这里 我可以放大 有看到我现在文字放大吗 文字缩小 然后密集的 然后这些是三行的 这个是两行的 然后就可以去做文字放大 或是密集的 然后文字缩小 或是再放大 这边呢 你不管怎么调整 它都会去做device的大小的调整 然后这边呢 是白底黑字 黄底黑字 这边是黑底白字 比较适合晚间的阅读 这边是黑底白字 就会比较适合晚间的阅读 那在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减繁转换 这本是繁体书 但是如果对于读繁体书的同学 有一点点的困难度来说的话 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转成简体字 这边就可以直接把它调整成简体字了 但这并不是每一本都有 但如果你们发现 它可以做epop弹性盘版的话 它就代表它可以有减繁互换的一个功能存在了 对 然后它就会有相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好 要我们把它关掉之后呢 它就代表它还书了 那同学刚刚说的 我们如何去借书 在这边借书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 请使用个人会员登录 才可下载阅读 OK 我们来借书 好 可是借书呢 就像我去图书馆借纸本书 我必须要有一个学生证 我才可以去借书 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 电子书的学生证是什么呢 嗯 问问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还没有个人账号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同学去注册一组会员 如何注册 我现在来带一个比较实 比较仔细的一个个人注册 我可以先从这里登录 听到你不好意思 你们如何 比如说学校 学生在校外 你们如何登录 从我的图书馆里面登录 对吧 也是一样 就是通过 这边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做法就会是这样 如果你们现在 现在不方便在校内IP 做设定 可以让透过我的图书馆 登进去 好 账号密码 登录之后 代表你们现在连线 你们现在已经是在学校的 虚拟IP范围内了 这个时候 电子书这边 我们刚刚有提到 上面就会是澳门科技大学 好 那澳门科技大学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 会员注册的动作 这个时候 你已经在IP范围内了 你只要去做这些注册的流程 就可以了 就可以去做注册 只得要去收认证信箱 所以你们给予的一个email 必须要是已经可以收信箱的一个email 好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你一定要从这里通过 为什么 因为我才会知道你是澳门科技大学的学生 我才有办法给予你们澳门科技大学的一个权限 所以你一定要先通 不管你现在在家里还是在校外 你一定要先从这里通过 通过之后呢 登进去我们的华裔线上 华裔电子书 是华裔电子书哦 登进去华裔电子书之后 登然后去注册会员 找寻注册会员 找到之后 登录自己的账号 就是把这些四个流程 第三个可以不用管 没关系 至少一二四 这个流程你们一定要完成 完成之后就已经有自己的账号了 那接下来以后都不需要在IP范围内 我们只有第一次需要 后面就都不需要了 接下来你就可以直接登录了 好 我现在登录了账号 好 登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书了 我们就可以来借书了 等一下哦 好 登进去之后呢 我就可以来看 来借一下书 我要借什么书呢 好 我们比如说这本 好 好 你就可以直接 那我借过了 所以我借过的状态 他就会告诉你还书 续借 你要先还书 还是你要续借 这本是我已经借过的 好 如果你借过 他就会告诉你 你现在是要还书 还是要续借 好 因为我借过的时候 我们换找另外一本 这个好了 好 好 我们就可以借书 借完书之后 OK 那我们要去哪里阅读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操作 操作手册在哪里 在这边 使用说明的 使用说明 这边有个使用手册 使用手册呢 我们有分为 PC Reader 那个还有桌机 那个平台使用 还有APP的一个操作 在这边 都有 都有很完整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说明 好 那我们的借阅 可以在哪里 我们的借阅之后 我们可以在哪里阅读呢 等一下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有否PC的 有否Android的 然后也有否IOS 不管是手机还是平板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好 在这边呢 PC Android 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支援了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APP要怎么操作呢 当我们登录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在你的APP里面 可以看到我的图书馆 我的书柜 图书馆 检索 通知 跟设定 好 我们登录 我们刚刚已经注册了 如果你们 我们也可以用手机注册 可是一样 手机必须还是要连到学校的WiFi 因为我到现在好像 学校已经变成网课了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 可能用网路 就是用这边 刚刚我们登录的模式进来 会比较方便 好 那检索 来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第一个看检索的部分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直接做全文检索的动作 全文检索 比如说我打一个章学了 我可以查到电子书 查到文章 查到期刊 然后呢 在这边你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打一个关键字 可以同时间找到三种不同的文献类型 好 那我这边想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在旁边这个黄色的icon 这个icon呢 是一个关联值的一个搜索键 它的功能是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打章学了 我就会帮你系统 我系统上就会自动运算 告诉你说 在打章学了的关键字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段期间 在你的使用平台上 大家打章学了的关键字的时候 同时间还会去看抗日 西安事变等等的一个关键词 我们一次最多给到六组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 每一个关键词都会有六组 目的性是什么 我们希望可以协助同学 有更多的关键词 去扩大一个检索的目标范围 因为有些关键词 你可能只想到第一个第二个有关联 可是其实可以透过资料库的运算模式 可以告诉你 原来在第三个第四个 还有第五个关键词 都可以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的依据 好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功能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提供给学生 提供给所有的user 有更多的一个关联词的一个概念 好 那在这边呢 一样电子书的检索 我查到了之后 这个有个小漏洞 如果你找到了很多本书 在这边 就可以帮你做一个筛选的一个功能 好 那电子书首页在这边 我查到了 比如说我要借这本书 我点进去 我就可以直接借阅书籍了 我就可以直接借阅书籍了 好 借阅书籍下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我的书柜来看 好 那这个是我找到的书 那我如果找到的是文章呢 文章的部分也一样 这个漏洞点开来 就有一个文章类型 看你要看哪一些的文章内容 学科分类啊 时间等等的 好 这边就是我文章的一个小木页 文章的小木页 就是比如说 我刚刚一次找到书 我同时先想看一下 我可能在交通过程 或是说我躺在床上 滑手机的一个状态下 我找到了这本书 我同时也看到了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 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全文的下载 我没有办法做 其实现在是没有办法做全文的下载的 但是至少我可以把它加入到我的罪案 我先把它储存下来 先把我想要的文章先找好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在电脑上去做下载的动作了 好那检索期刊的概念也是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进到图书馆 刚是在检索 我们现在进到图书馆 图书馆呢 这边呢就是你们图书馆最新买的那两万多本书都会在这边 旁边上面灰体质的部分 它可以左右滑动 因为它是我们的第一层分类 它可以做左右滑动 好 好了那我们比如说我要看商管财经底下的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层分类 我可能只想看商管财经底下的管理领导 那你勾选它之后 接下来这边跑出来的书就会是商管财经底下的管理领导 其余的内容就不会呈现出来 让您看到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到我的书柜 当我找到了 然后也借好了 我可以在哪里看 在我的书柜里面看 我们提供最近的十本跟你阅读过的电子书 或者是文章都会在这边 所以它会有 它会有书 然后它也会有期刊等等的 这个是你最近的阅读 那这边呢是我的借阅中 这边是我正在借阅的书籍 那如果你借阅很多本 这边也一样可以帮你做一个筛选的分类 好这边可以帮你做一个筛选的分类 让你快速找出你想要看的书 好那在这边有个借阅中 借阅中是什么呢 就是正在你正在借阅的书籍 可是如果你想提前还书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没问题 你就是按这个书封两秒钟 你假如按这个书封两秒钟 它就可以让你提前归还了 它就是你就会有多一本的括弹 出来再去借其他的书 好那文章清单的概念也是一样 在这边有个个人设定 个人设定想要带大家看到的是这里 第一个版本跟问题回报 然后还有一个单位全线绑定这里 好我们带同学一步一步下来看 其实这是个人账号的管理 账号管理它要做什么呢 因为你们刚刚一定会有很多的confused 我这边也登陆了一个 刚刚RT Library也登陆了一个 那我就是有两组账号啊 可是这两组账号 我不会你们的平台 怎么是两个平台两组账号呢 好来同学 所以我们帮你做了第三方 等于说我平台有两组账号 可是我要怎么知道 这两组账号都是属于 比如说这个同学张晓明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 请你做单位的绑定 请你做第三方的绑定 这个账号底下 你就可以去连接 RT Library的账号 也可以连接 就是华语电子书的账号 那未来你只要 不管在电子书 还是在华语线道图书馆 你都登陆这组账号 两边的资料 就可以同步的一起update了 好所以这个是第三方绑定的一个功能 好这边我们就先不看 我们直接看到 好这边有个借阅跟预约的功能 好也可以预约 如果这本书很热门 其实都被借走了 那你只能去预约的时候 记住我们是24小时之内 就会通知你 但是24小时 我们只帮你保留24小时 过后呢 我们就会让给下一位同学 所以请有预约到书籍的时候 请记得要来借书 好 那在这边回报问题 我们必须说 有时候系统也会耍耍脾气 然后可能突然间 有什么样的bug产生 让你或者是在操作上 有一些错误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 当我在APP上有操作的时候 我截完图了 可是截完图 我还要开电脑 还要开电脑 才能把问题传出去 这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在这边的回报问题里面 把你所遇到的图 把你所遇到的问题 你可以截图或是录影 在这边直接告诉我你是谁 然后你发生什么问题 把你的影片或是图片告诉我 他就会自动寄到我们的客服信箱 寄到我们的客服信箱之后 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帮你做处理了 好 那后面就是一些通知的一个状态而已 那这标文呢 我们刚刚有带大家看过 有PDF档也有EPOB的档案 好 其实后面都就是一个 一个书签笔记啊 等等的一个内容了 好 这边呢 是桌机版的 等我一下哦 因为我现在是用QR Code的部分 要登入我的账号 如果你们使用桌机版呢 也一样 这是我的书单 好 这次我已经戒约中了 我可以开始阅读 你就可以直接开始阅读它了 一样我可以把它下载到我的桌机里面 它的操作模式其实跟刚刚都一样 好 那我一样可以把它关掉 就就就关输了 好 这个是我的桌机版的模式 其实它桌机版比较简单 那桌机版有什么样的状 有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我把它download下来之后 在长城的一个旅途中 可能不方便联网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先download下来 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开始来看书了 就可以开始来看书了 好 到目前为止 同学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边有就是一些荧光笔记的一个化线的功能 等等的 好 那我想一下 还有什么样的 有一个小功能 其实我个人还蛮推荐的 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功能 在这边阅读方向 这边的阅读方向呢 因为像我的 我们在 像有时候我在搭车的习惯 一定是单手拿手机 然后呢 单手拿手机 这样滑很不方便 所以你按了一下阅读方向的时候 你就可以变成 像我现在按阅读方向 按了 它就可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就可以直接变直向 再按一下 它就可以变 大家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应该有吧 我的视讯是打开的 对吧 有 有好 这边呢 就可以变成 这边是左右吧 再按一下 就变成上下滑 不好意思 Linda 应该是没 是另外一个话 你现在 另外一个话 对 我其实看不太到我自己的画面 现在那个还是那个PDF 还是PDF吗 嗯 等我一下哦 我正在 可是我分享的是我桌机的画面 哦 可能屏幕 屏幕的关系 嗯 好 那大家可以再去设置 就是试试看 阅读的方向 这一段 你就可以去做 就是 嗯 左右跟上下的滑动 它其实就是这样上下 然后或者是这样左右 其实我觉得它虽然是小小的一个功能 可是是一个非常大家 可能在留 在阅读上比较方便 方便使用的一个功能 好 然后在这个进间阅读的地方啊 等一下 我现在找不到进间阅读的 嗯 因为大家现在好像屏幕没有办法看到我的手机 对不对 我现在找不到大家的那个画面在哪里了 这件事在聊天 好 没关系 我本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 就是 好 没关系 因为我现在 我们应该说我们该介绍的 其实都已经在这个 在这个 PDF上面已经做一个完整的介绍了 所以如果大家在操作上 如果还有一些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跟我们做联系 那你可以透过客服中心寻找我们 或者是可以透过图书馆 或是透过手机的那个APP 回报问题的部分来去找 来告诉我们你们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希望我们可以帮你做协助 好 我看同学有回应 IP范围是景线 哦 没有 是全校 全校的 但是因为我刚有听图书馆员说 好像因为最近你们都只能 因为疫情又好像来了一波 所以可能只能在 就是远距上课 只能在家里上课 所以变成可能没有办法进图书馆 或是没办法进学校的话 就会用这样的模式 但是呢 IP范围呢 不是只有景线图书馆哦 全校我开的是全校的 奥科大全校的一个权限 对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奥科大的某一个地方 连上WiFi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超多的高 好 那同学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这边是传档案的地方 对 然后我把Port的那个传出来给大家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刚刚跟各位同学介绍的 好 短件要我输入 好 因为你还没有 你是不是第一次下载 你没有 你还没有下载过我们的APP 对不对 如果是的话 那代表你一定要先透过 透过这里 我既然滑鼠指导的登入这个地方 你们一定要先进去 因为我的手机你下载下来了 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哪 就是我的手机没有办法判断 你是哪里的学生 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create账号 所以为什么会请你们从这里进来 那因为现在是疫情关系 如果不是疫情的关系的话 我现在能在学校 我的手机只要连上学校的WiFi 我就可以操作 我就可以直接在手机 去做登录的一个动作了 就可以去做一个登录 然后create自己账号的动作 所以这位方同学你刚停的 我的猜测是你应该是还没有下载过 我们的APP 这是第一次下载 然后所以呢 你要输入奥克大图书馆的账号密码 这个账号密码呢 就必须先透过这个地方 然后登录进去之后 找到华裔电子书 然后去 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 我先登出 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 这样就可以了 电子书网页中 电子书网页中 使用图书馆账号 对 你们没有 你们不能找图书馆账号 来 我来跟同学说明一下 差异在哪里 你们有的是从这边找 因为这边能够从这边找的学校 我们代表我们已经跟他的系统 做了一个API的串接 我已经跟你们学校的图书馆账号密码 做了一个串接 所以只要有做完图书馆账号密码的 串接的学校 都不需要自己 图书馆账号 我们就可以利用图书馆的账号密码 直接登录了 但是因为我们跟奥科大这边 还没有执行账号密码的整合 所以变成 都要变成 所有的同学 就要自己先去注册会员了 所以你在这边找不到奥科大 是正常的 是找不到的 因为你这边只给 我们 你看 如果你找不到所属单位 代表你的图书馆尚未跟华裔 借接照密 所以你无法 用图书馆账号密码登录 所以你必须注册 个人会员使用 所以我们这边也会 希望可以跟奥科大的图书馆系统 做账号密码的借接 如果借接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执行 就是用你们的学任证账号密码 就可以登录了 可以找不到 我记得是 没有包包 因为我记得跟奥科大 还没有做账号密码的整合 这边只会有 我打澳门两个字 只会有澳门 澳门公共图书馆 澳科也不会有任何的 名字 对啊 我现在是不限地区 确定是不限地区 所以我其实打澳 这个字 只会有澳门公共图书馆 如果同学您是在用手机的部分的话 同学您是用手机吗 还是 您是用手机吗 如果您是用手机登录的话 我们回到最前面的一个说明 我们回到最前面的一个说明 好了 在这边 个人会员跟图书馆账号 这两个是有差异的哦 个人会员代表你们的学校还没有跟我们做账号密码整合 所以你们必须透过这里来做申请 但是如果你们已经有图书馆账号了 你有图书馆账号意思就是我们跟学校做了账密整合之后 账号密码的整合之后 在这边就可以直接执行你打澳门 或是打澳一个字 他就会呈现有关于澳门相关的那个哪些单位有做 像刚刚我们在系统上面只会找到澳门公共图书馆 代表他们是有做的 有做账密整合的 所以才会在这边找寻得到 所以同学您刚说您可以翻出来 电脑 是我这样的执行的状态吗 在登录的模式 选择单位这里找到的吗 是在这里 手机是确实是可以找到这个澳门科技大学的图书馆的 但就是那个账号密码 输入我们学生账号之后是不行的 然后呢我又登录了到那个澳科大图书馆的那里面 官网区嘛 发现他也有一个账号密码的这样的一个设定 应该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图书馆的账号 对就是很奇怪 那同学您可以方便帮你 因为照理来说 你们学校没有做帐密整合 应该是查识不到的 那方便可以请您把你的那个截图提供 给我看一下 我判断一下好吗 我把我的 我尝试一下 我我懂我知道您的那个状况了 这个是在绑定的在申请账号的时候 这个是申请账号的时候你可以找到 跟我在这边查询这边也不一样 您的登录你是这样子的路径进来的 注册会员之后呢 好 因为我是已经注册过了 所以他不让我注册 我的我的我的账号是注册过 你们同学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吧 这个画面有看到注册 信箱认证 绑定电子书权限 对绑定电子书权限呢 你们找 但是您现在在IP范围 也是从女性从图书馆进来的嘛 对不对 那你这边就可以找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然后点进去就可以到去收认证信 就可以完成了 跟我刚刚这边指的这边两段是不一样的 这边是已经做好账命整合的动作 这边是已经做好账命整合的动作 像比如说其他学校 我找一个这是台湾的学校 这个学校已经做完账命整合了 所以他接下来确认完之后 他只要提议他自己的账号 就是学校给他的那一组 比如说S001的账号密码 他就可以直接登录了 对那同学您这个画面的就会是 就会是申请注册的一个过程 好我看一下 同学你在这个画面按确定之后 他会到哪里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还是我们曾经有用过不同的 同学您稍等我一下 我离席一分钟马上回来 Kami Kami 不好意思紧急帮我查一下 奥科当是不是开过类似公开的那组账号密码 然后你传来给我好不好 先帮我查一下 谢谢 好 同学我知道大家的那个 您这里这一段的问题在哪里了 因为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好 我看一下最新的图片 好 来同学待会我会把这个 我查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久之前有跟 有帮学校设定过一组账号密码 这个我忘记了 因为他这个账号密码的作用是 比如说像 香港有的学校他也没有做账号 他也没有做账号 整合 但是他也告诉我说 可能学生不是这么容易连上学校WiFi 或者他在校外的地方 那他应该要怎么做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给了他一组绑定的账号密码 这组账号密码呢 我就可以 我的系统就可以判断 只要是绑定这组账号密码的人 就是属于比如说某某大学的学生 他就可以代替WiFi的功能 就直接进来了 所以呢 你们现在这一段 不管你在 这一个是在F上的呈现 这一个呢 是在电脑上的呈现 我现在请我同事查 然后 我 因为我记得之前 我其实有点忘记之前 我记得没有设定会 可是为什么他这边还会呈现 奥克大公用账号 公用密码 没关系我待会请我 我这边有查到是之前 应该很久之前有给过一组 校外注册版地的账号 对就是这一组 是这个 我请我同事现在查 我看他 对还是说 就是你那组可以先放出来 那大家测试 我记得我没有再修改过了 应该就是那一组 我这边有查到是之前你给我的 就是校外注册 那这样子大家就会 就可以代替Wi-Fi的功能 就可以直接绑进去 就可以操作 我试一下直接放上去 好 前面 前面写 前面那个应该是账号 后面是密码 对前面是账号 后面是密码 对没有错是这一组 跟我同事查到的是一样 对跟我同事查到的是一样 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 那账号密码的群件应该还是可使用 对啊 好好好 好了 同学你们可以尝试看看 就是这组账号密码绑定 在这边 他如果显示 可以的那是没问题 代表他你们 这组账号密码 其实就是去代替 Wi-Fi的功能 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不容易连Wi-Fi 或是他不知道可以透过图书馆的 那个路径进来 对 所以这组账号密码就可能看说 图书馆这边怎么公告给所有的学生 他可以透过这组账号密码 就可以直接绑定了 然后 就不需要一定要连进那个 Wi-Fi来做操作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跟学校做账号密码 这样接所有的学生 他其实 即使不知道这组账号密码 他一样可以做操作 好 这个我们可以会后再跟图书馆一起讨论 这样子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的 好的 好 那各位同学对于今天的介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好 那同学我们现在来QA的时间好吗 同学我们有什么样的疑问 都OK吗 大家现在测试的都可以吗 好的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我们的电子书 然后用我们的平台 然后都可以做一些就是分享这样 就是查找一些书籍的功能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用内地的网 不行 不行 如果你们连到内地的那个网络的话 他必须要下载内地的APP 因为他我们的版本不一样 用使用的版本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先你在你用澳门的WiFi去下载 然后回到内地之后 其实还是可以操作的 但是如果你要用内地的 去下载这个APP的话是不行的 如果同学们觉得好用 那就是请同学们帮我分享给你们的同学 希望他们可以利用电子书 或者是期刊可以找到大家想要的内容 这样子 只要APP 对APP下了 然后书下载下来了 其实在哪里操作都一样 好 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Linda 还有各位同学的参加 还有提问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 稍后也会上载到我们图书馆的YouTube 跟Bilibili上面的账号 就是大家关注一下 那对图书馆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联系我们的参考组 可以发邮件到对话关里面 那我们下周10月12号 也会有一场培训的是关于CNKI的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哦 那今天的培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我们PPT是在线操作 不过我会发那个使用手册 给大家参考一下 对 然后这个使用手册 我也已经upload到我们的图书馆 档上面了 大家也可以去下载 好的 那大家没问题就 谢谢大家咯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这里可以发 我发了你收 我发那个链接给你 把如果里面收到 同学可以在这个链接下面去下载 有那个PDF 如果这里下载不到的话 育同学可以收到吗 那好的 那谢谢咯 拜拜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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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